在這 就在這 HKPenut.com 第二節 之後有個個案 差點弄傷人命 是啊 其實都是剛剛說 家裏本身遇過殭屍的朋友 後來她媽媽媽媽媽出了一些問題 就說她好像想自殺 經常都無理 當然在家裡大叫 又自言自語 又突然間 譬如我這樣和你吃吃飯 兩個人 她就看著那邊 嗨 又對著那邊唱歌 說回以前可能自己年輕的事情 大家你眼眸我眼 不是我看到一些 你和我看到對方看不到她看到的東西 大家都開始覺得有點詭異 覺得媽媽有點不妥 而且她是想自殺 經常都在家裡大叫 我跟她說 咦 你要不要帶你媽媽去幫你 對 上壇 對 上壇 就是我這些一介紹就千里傳開去 一介紹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有問題 其實身邊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有這些需要幫助 但又苦無渠道 很多時候我都會直接跟她說 其實我有相識的師傅 要不看她能否幫到你 不過當然 要發科師傅說口碑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沒有什麼概念麻木去找 很容易被騙 對 我也有聽過 有很多人說花了很多錢 六位數 七位數 還有說一件事叫理性分析 如果那個人真是純粹靈界的困擾 找到一個聰明的師傅 幫他做幾次就可以解決這件事 真的 但是如果那個人真是精神病 我告訴你 是沒得醫的 雖然食藥可以抑壓著他的表徵 但是根本深層問題是沒有解決到的 只要觸發到他情緒那件事再出現 他同樣的問題又會出現 除非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 自己醒覺到領略了 我為什麼要為這些事 這麼小事而去玩自殺呢 所以我以前前青山精神科醫生 他也是說 在精神科上九成都醫不到精神病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有精神病 一到晚上就特別精神 眼睛都大一點 醫好了那些個案也不是因為那些藥 是因為病人自己想通 其實想通了會不會需要出家呢 你說到這樣 沒有關係 出家是沒有關係的 我告訴你 很多出家人都有很多精神問題 這麼嚴重的 很多問題 因為為什麼 你是帶著逃避現實的心態去出家 其實你在一個精神問題 你出了佛門 即是出家了佛門 你都在佛門裏面繼續有精神問題 因為這個是深層自己的問題 不關於環境事的 可能我舉例 因為研究精神分析這件事 我都叫做學過 我不可以叫專家學過 所以我們都做過 其實要不斷練習 我們玩到你為什麼有這樣的喜好 我都要和你找出來 所以每個客人 他有精神問題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幫他拆開 你會遇到什麼事 就會觸發你每一次的精神病 我們要玩到這麼小 於是就告訴你 你為什麼每次都有躁狂症呢 是因為可能別人 譬如在 將你的水杯亂擺 那麼這隻水杯 又代表了你生活上什麼意思呢 可能那隻水杯 曾經有隻水杯 是他一個很深愛的前度 我當個男人有精神病 是一個很深愛的前度 女朋友送給他 所以他日後把水杯賦予了一種意義 就是一個前度 是一種愛的 一種得到關注的 一種感覺 所以當水杯被動了 他就覺得失去了這些東西 每次 只要他的水杯被動了 他都會精神病化 當然 我這麼詳細告訴你 你就會知道原來精神病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去看精神科的時候 他只是發覺 你有躁狂症 開一些藥給你 禁住你的前額液 病症 精神情緒區 你這個人就誤了 但是他不是在醫治你的根源問題 你每次 你就算在吃精神科的時候 你每次看到這隻水杯動了 你都想病發的 所以為什麼就解釋了呢 你真的學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精神科吃藥是永遠醫不到人的 明白 這樣吧 好 繼續 好 剛剛就說到媽媽看到一些恐怖事 經常都無緣無故說回舊時的事 說話又好像經常說話 但又不是跟家人說話 對著空氣這樣說 對著空氣這樣說話 對著空氣這樣說話 吃吃黑飯又可能望向一個地方 全家人看著空氣 對著空氣 後來她媽媽就覺得不太對勞 她媽媽就自己代表求家宅 去求個平安 去發談問事 對著發談問事 問完後就說 原來媽媽找到初戀情人 初戀情人 應該是她以前的舊生好 舊生好 就見到對方 即是說 舊生好已經死了 化成靈體 還整天來探望媽媽 所以媽媽每次見到這個 舊生好靈體 都跟她說回 又哭又笑 打招呼 說回以前往事又哭又笑 所以這個也是 很典型 撞鬼的人 開始情緒有問題 是啊 還有她後面會想自殺 後面會搞到 因為不只是見到她認識的舊生好 她家裡原來都有靈體在 沒錯也會很合理 因為當有另一隻鬼去搞事主的時候 事主的陽氣就會衰弱 陰氣重 亦都是因為她陰氣重 就很容易見到其他的靈體 又或者其他的靈體 因為見到這個事主 陽氣低陰氣性 我又過去看看 拿不拿到好處 其實會 是不是會 等一下這樣一控 就會控了一個 是啊 所以這些東西 好像怎樣說 總之有時候很多東西都走過來 佔便宜就是這麼簡單 嗯 總之是一種很亂的關係 會變成 原來是這樣 所以變了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大家可能聽到 因為我們習慣了 有身體 覺得上身 如果你聽到 我不要多說 有十隻鬼上身 我們很多理性邏輯的人 是覺得不合理 為什麼同時可以上了這麼多隻鬼 究竟你現在是哪隻鬼上了你身 究竟你這把聲 究竟你代表哪隻鬼 都很忙 因為你想一下 根本鬼 就是一些虛態磁場的東西 可能 我舉例 可能它可以縮到很小 所以同時間 有十隻縮到很小的鬼 走進那個事主的身 都不奇怪 這是一個形態交流 是啊 因為我們經常以為 我這麼大一個人 要被鬼上身 就是一比一 其實這個 靈體的大小 未必是跟你的身體大小一樣 是啊 有關 嗯 然後 問到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怎樣呢 壇也是叫它沖花糧 另外給了一些符 它貼蟑螂 加上給了符 它要自己喝 嗯 嗯 麻麻肯不肯喝 麻麻是不肯喝的 而且因為麻麻始始終都沒有去過壇 所以它覺得你的人 只能幫它震蟑螂 搞搞震 搞什麼我沒事 喝符水那個就是我朋友 嗯 OK 它就覺得 只能指到它是蟑螂 現在是可以的 其實我提供一個方案 我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其實可以燒一些符水 然後拌 拌入一些食物 拌入一些農茶 拌入一些農茶 開壺堡其實是很深色的 但因為壇有個規矩 求助人是要親身去求助 這個都很合理 這個都很合理 其實是沒有辦法代壯香 代幻神 那些其實全部都不行 好像我幫人算命問事 有些客人都會關心 可不可以看完 我想問我爸爸 收錢 反正都會收費 想著包一個套餐 全家套餐 當然可能有機會 但通常我都會說 如果真的爸爸很關心這些事情 你叫他自己親身來問 因為我也是想做到 當事人真的有心問 不想說 可能你八卦 八卦別人的事 根本你就不想知道 或者始終都牽涉到過雲思 是啊 還有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東西 未必你可以聽 所以最好我都建議一個人 你不如叫市主來問 都會好些的 是的 這個又涉及到 那個人是不是有誠意 所以發壇那裡 要求市主 你親身來到壇 代表你有誠意 還有因為其實每一次 帶朋友上去 如果真的發現自己出事的人 通常都會用盡各種方法 不想去 譬如我這樣 可能會有嗚又吐 之前會發燒又不舒服 甚至乎我聽說 有些人會入醫院 令到他沒有求 令到他不想走 來不了的 解決不了這件事 突然之間又會請不到假 然後公司又會有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然後我本身在被人落法期間 其實我去了香港一個很猛鬼的地方 哪裡 跟洪水橋 洪水橋 洪水橋 一聽就知道 那裡是發生過 尤其是我去那個地方 其實斜對面 發生過一個 發生過一個上了新聞的凶案 就說 那老伯被捅死了自己的業主 對 斬死了 OK 最後是 我在我朋友的家裡過夜 他是女生 一個模特兒 在他家裡 我們本身一群人吃火鍋 然後 其實也挺恐怖的 我第一次去他家裡的時候 是同一個單位 是同一個單位 村屋 當然不是被人斬的 斬的那個 斬的是他斜對面 OK 因為他後來有CCTV 其實是看到那個人入屋 但錄不到過程 也挺恐怖的 其實你想想 斜對面 有一個人突然斬死了另一個人 但我第一次進入他家裡的時候 其實是說去吃東西 也是吃飯的 有四個女生 那麽呢 就無理那間 我感覺到的 其實那時候 入到他那裡 是 只是收到Wi-Fi 電話是收不到的 我想說 第一 這是一個 這個可能是一個訊號的問題 你可以說是 但是 由於我本身 每次中招的時候 我自己的手機 其實就會失靈 會突然之間 我還以為 你說手心會發冷 手心會發冷 是其中一個訊號 但是我零碎 是你的手機 有靈意提出 我每一部手機 都有 手機的電腦也壞 壞幾部電腦 那時候是說的 然後 突然之間 你可能錄一下節目 都會沒有聲音 我想說 我可能也要上去彈頭看看 你這樣說一說 然後 我突然發現自己 後來沒有了五百元 他就跟我說 他那隻貓 經常都沒有來 那間 就撲去一個地方 在那裡 是 他看一看又沒有東西 還有那隻貓 經常都很奇怪 叫 爺媽媽在那裡叫 一個女生 其實住村屋 都挺恐怖的 經常在一間屋裡 又說不見東西 又聽到一些怪聲 然後 門外的胸圍內褲 全部都經常被人偷 這個就未必是靈異事件 但也會有很多奇怪 看來那隻鬼是色鬼 也可能是色鬼 但後來說他家裡 應該是有很多靈體 最後他也是找了太陽光手 師傅 幫他貼著褲子去掙扎 幫他清掉家裡的東西 他那一陣子 他那一陣子都非常黑仔 不是只有我黑仔 那麼簡單 他也是 他金錢上的損失 有五六位數 即是show接完之後 突然又被人禁止了 然後又無尼拉根 是Lammo 你都可以 而且是經常演出的 聽你講 但他在才藝那邊比較多 那個演出 所以他就 所以 提再次 做主持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哪位Lammo 我知道 還有哪位師傅 我知道 然後又說了 觀眾 聽眾 就沒有辦法知道 Sorry 因為好像不開別人的名字 就比較好一點 師傅也是幫他掙扎 他就說他經常都不來 要找些東西 又找不到 然後那些東西 突然就明明 就放在第一間房間 突然他家裡有三間房間 廚房門就突然 突然間 廁所門突然又掉了出來 那些東西 回來家裡 其實那些東西 又突然會 不同了位置 他後來 是搞到要安裝CCTV 因為受不了 那有沒有拍到那些片 二位那些 他沒有拍到二位那些 但他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那一隻毛尼拉一隻貓 去到後面 那隻貓怎樣死 那隻貓怎樣死 有沒有特別事情 特別情況死 特別情況死 特別情況 他說他病死 急病 急病 突然急病病死 不知道是否捕得多 那個貓 周圍捕一些看不到的東西 他就說 可能懷疑那隻貓 被鬼搞死 都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其實都挺恐怖的 因為本身家裡附近 已經發生了 後來就發生了 那宗斬頭事件 然後突然間 我睡一覺 走到他房間裡 發現有警察拋門 就說 昨晚發生了一些案件 請我們想幫助協助調查 我睡得慌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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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 在警察來之前 我早就睡醒了一會兒 就說有人在乒乒乓 我以為有賊 我隨手在他家裡拿了一支唱歌神器 想說有什麼事 旁身 然後我就衝出去 誰知原來是他和哥哥之前打火鍋 那晚留了個電話 打算伸手進窗裡拿回 這個故事也教訓大家 這個嚇死人 真的很嚇死人 人嚇人是會嚇死人的 不是只有靈體會嚇死人的 我想說 後面再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又有人敲門 警察就說有靈異事件 然後全世界都叫我們看Whatsapp 就說傳了一些新聞報道出來 就說隔壁斬人 因為都死得挺慘的 我記得那個狀況 那之後有沒有看到邪對面的人回來 回韻那些事情 他沒有看到 他很幸運沒有看到 他租了那裡幾年 但其實靈異事件不斷 這麼多鬼 搞到外面其實運都很差 他那時候和男朋友的愛情運 或者其他都是不好的 真的運情差 可能本身人三衰六運 剛巧在走衰運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有影響 是 當然 有些人會說 又撞鬼又生病 又撞車又沒事做 其實我個人覺得 應該就是那個人的運 本身已經低 接着这一连串的坏事就一起陆陆续续发生 并不是说遇见鬼之后很难 因为我听不少说那个人运气好 那只鬼只可以跟着他 搞不到他 要等他运气坏弱才搞到 我第一次遇见鬼的时候 应该也算是运气不算太坏 因为他没有特别上到我身 一开始的时候是后面去到红了才上到我身 所以那些鬼他唯一做些什么 就是希望在你身边做一些小动作 企图令到你意志消沉 就是搞到事主自身出发地搞衰自己 都挺恐怖 其实是一个挺困扰的事情 如果你长期被鬼干扰你日常生活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是有阴阳眼 洗澡就死了都没来 那间看到那些灵体 还有因为知道他有办法帮到他 那他们有些就会身边有收发 有些就没有 他就说其实不是经常看到的 但可能某个岁数 小孩的时期就比较多 他跟我说 有没有一些恐怖的 他小孩最恐怖发生什么事 小孩的时候我恐怖看到 他真的看到张牙舞爪尿 在他发梦的时候看着他 又不是只是发梦的 他说他生活里面也看到恐怖的事 另外就是我最近访问过的一个嘉宾 他说他是见到日本烂面的武士君都 那样的鬼 是在说血淋淋 你永远看到他也是血淋淋 就是buddy 在香港的家里 在铜锣湾街头 街头见到 街头见到 日头 日头也有很多鬼 很恐怖 日头也有鬼 不能说很多鬼 但是他真的搞到不停自杀 那个嘉宾是搞到不停自杀 他又真的死不去 每一届都打算割物 谁知道刀太鈍 不知道真的以为是笑片 但是他又不是吃薯片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割物不懂割 割断了手筋 所以救回 都废了 跟着医生帮他搏一条筋 手都拿不到重 而且经常手震 所以不是这么个人 自杀那些人 我听过有一个 比较搞笑 他跟我说 打算跳楼自杀 又是被他搞的 谁知道他站在天台 或露台 打算跳下去 晚上来 然后他突然间 看到下面 四方八面 跑了很多鬼 在他想跳楼的下面 大声说 下来吧 快点下来 有朋友 都没死就已经有灵异的朋友 多谢今集的嘉宾水晶 最后再说一件事 是不是嘉宾自己有些小生意 可以介绍一下 是的 我本身有做 我自己有做网络百货的东西 譬如一些社交媒体的推广 访问、Marketing、Google SEO 或者一些保健产品 甚至乎现在可能口罩 抗疫东西 我都会有 如何找到你 商业方面 我本身有商业合作 我会有Fans Page 打水晶妹妹 水晶妹妹 好的 谢谢世晶 不用客气 下集见 拜拜 拜拜 雷 雷 雷